英国首相约翰逊三号以视频形式,在乌克兰最高拉达,也就是议会发表演讲。 约翰逊说,英国打算向乌克兰提供价值三亿英镑的新一轮军事支持,并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。 约翰逊更是用虚情假意夸赞乌克兰人,鼓动他们继续充当炮灰,也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政治筹码。 目前,乌克兰仍处在冲突和动荡之中,约翰逊却在演讲中声称,这是乌克兰的荣光时刻。 对此,有网友评论道,你说错了,应该是最糟糕的时刻吧? 还有网友认为,约翰逊所谓的关心乌克兰,是为了给自己赢得更多的政治筹码。 这场冲突暂时保住了你的工作,别再假装关心了。 看到约翰逊是如何利用乌克兰局势为自己谋取利益的,真是太糟糕,太绝望了。 这不是第一次约翰逊发表此类言论。 4月9号,约翰逊访问基辅期间曾称乌克兰勇敢,拜登也曾称乌克兰顽强。 对此,舆论直言,西方政客虚情假意夸赞乌克兰人,实际上确实将乌克兰推向了灾难, 让乌克兰为他们的利益冲锋。 有网友指出,是你们这些人将他们置于一场本可避免的冲突中。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,那戗战在乌克兰是当然不是帮助了那些不习家人。 更多更多区域军员会死,当然, thanks 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's policies. 如果你想救了乌克兰,其人,其人,其人,其国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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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会为了善罪。 關於香港人,他們不認為他們的財產 所以他們會資產,會營造武器 他們會做到最終香港人的戰略